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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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 TUN 電出來的 我發現了網上一件很可愛的東西 它就說 1000個網上激讚 流行食譜 很神奇、刺激、好滑 而大部分都是廢的 基本上是很普通的東西 就是把棉花糖放在麵包上 然後塗一些朱古力醬 然後拿去焗的類似 但這個 真的有趣 相對會少一些 你會有時候會試過 但它這次換了材料 看起來好像挺有趣 而且很簡單 你在家製作得來好像挺健康 那件事 這個就是蕃茄雞蛋麵 而它那個麵 是真的用雞蛋做的麵 簡單來說 其實好像是意粉那些朋友 不過它就好像擠 那些魚麵 打火鍋 擠魚麵的方法 這樣擠出來 我們今天就馬上來試一試 看看是否正好 這個食譜 因為你可以用新鮮蕃茄 又可以用罐頭蕃茄 看你喜歡的 那我剛好沒有新鮮蕃茄 又剩了一罐 罐頭蕃茄 那我們就用罐頭蕃茄來吃 大概需要一堆這樣的東西 那個麵 其實就是由雞蛋和麵粉 我們首先需要一隻雞蛋 打進去 一隻全蛋 意粉其實就是用蛋黃的 多數 有些會全蛋 有些是蛋黃 基本上這東西 簡直是一個粗一點的意粉 其實是 所以做起來 你都不怕會很伏 質感很怪 100 然後呢 鹽 2g 那你當是4分1茶匙左右 其實差不多 那呢 還有一點點水 因為現在這樣太稠 約膜30-35 看你的粉吸水的程度 如果你太多水 就會很稀 擠乾的時候 會不停在開口裡流出來 但如果你那個東西太稠 你擠爛的袋 你都擠不出來 我們那個嘴不會去到很粗 因為太粗 你那條粉 就像烏冬那樣粗 挺難咬的 因為它吸完水 還會脹一點 所以如果你原本已經有差不多粗 那你出來就會很脹 變成好像吃吃吃吃 不知道吃什麼 不知道有什麼是這麼粗 一條這麼粗的東西 我想不到一個例子 所以呢 你就要在水分上面調校了 我們的雞蛋麵就完成了 非常簡單 先煮好水 我們可以一邊煮水 一邊煮其他東西 你可以一鍋熟 也可以 你可以先煮麵 然後再用蕃茄湯 回了它也可以 那當然 我們這些懶人 就當然一鍋熟 或者如果這樣說 如果這個東西不是一鍋熟 就不煮了 正正經經煮意粉 好嗎 Cool 好我們呢 少少少雞湯 約200 左右 湯底會多一點 然後呢 就倒100g的蕃茄 那你就約1個左右 我覺得這個也夠 我先用這個 省價 100 那麵也會吸水 雖然麵本身有很多水 所以我們再加一點水 因為它蒸發的時候有些東西要蒸 不會越煮越濃 變成蕃茄汁 我們再加一點水 其實不一定要用蕃茄湯 不過蕃茄和雞蛋 好像很舒服 很配合 所以就會用蕃茄湯 其實你用什麼湯 放進去都可以 或者你出錢 一定煮剩那包湯粉 你也可以直接試 不是有時候會的 你有沒有 就是家人呢 他們放的湯粉會放半包的 他覺得那包東西很不健康 但是不放又沒有味 那每一次 如果你吃超過兩個麵 你就會剩下一包 那你就可以拿那包東西 用來煮這個東西 我們加一點鹽 好少的 不過你可以遲些才加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雞湯了 1% 加一點糖 多數都會夾 沒有什麼大錯的 蕃茄加糖 是會令它鮮一點的 好可愛的 好 那我們把這堆東西 就由它煮滾 之後呢 擠袋當然最好 擠袋加支咀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 那你也可以拿一個小的保鮮袋 這些呢 麵類的東西 多數都會跟你說 要攤半個小時的 那讓它的麵筋呢 鬆一點 那出來的口感呢 就會比較 軟熟一點 現在呢會幾煙韌的 出來的感覺 所以呢 如果你想軟熟一點 你可以等它半個小時 但是呢如果這些東西要等半個小時呢 我自己就覺得就 就太多了 多了 你玩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道菜 你想把它發揮到極致 那你就可以嘗試一下 給它攤半個小時 那我們呢 把它放進保鮮袋 我都沒試過用這個袋 應該可以的 那你在家裏 隨便保鮮袋就可以了 好 有擠袋當然就是更好 因為擠袋 那個形狀好擠一點 另外那個 韌度都會高一點 因為比較厚 之後呢 將麵團刮回去一個尖位 那你就得到呢 一袋雞蛋麵 把它呢 這樣摺 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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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那你就得到一個這樣的 全天然擠袋 較大小小水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一下去呢 它是不夠水滾呢 它的外層不是馬上熟 那它就會一坨東西這樣沉了落底 然後呢 你再擠下去那些呢 一搭起來就會黏緊 那你就很好很好 你就變成一坨 九五八八的麵餅 夠水滾之後就可以擠下去了 那你就調吧 若不是這樣的粗幼 現在會斷的 所以呢 剪粗一點點 務求它可以完整一點 那就不要一次過剪 試著來剪 喂 太粗了 我也不要緊 這樣吧 一邊擠 一邊 一邊 好 一邊這樣沿著邊這樣擠 有沒有人覺得很困難 如果你想真的可以很好 很快的控制的粗幼 你就建議你用擠嘴加擠袋 但如果你沒有呢 你就慢慢剪 這個我覺得有點太粗了 煮出來就會太脹了 其實我覺得有點 這樣呢 這個麵呢 由它煮完就完成了 你可以吃的 即是吃一下看看熟味 如果未熟就煮多一會兒 因為都要弱乾時間的 因為它都很多麵粉來的 慢慢煮到你喜歡的口感 所以我才說要加水 如果不然呢 很容易呢 會煮到它變成蕃茄汁的 這個東西呢 挺有趣的 我現在就是最普通的版本 如果你可以加些東西 令到它變成另一些版本 譬如你可以加少許煎魚粉 等等 那出來呢 就很有趣的 它就會很像 你去那些粉麵店吃的那些 魚麵 那個質感都很像的 因為這個東西 不像你平時吃的那些 那麼軟熟的麵 有一點點彈牙的 那我們切好一點點蔥花 我們當這個東西是中式的 好嗎 還有試一試這個湯 會不會太濃啊 或者太稠啊 要不要加多一點調味啊 但我們用的雞湯底 基本上就沒什麼大問題的了 蕃茄不夠 放少蕃茄糕 沒有了蕃茄糕 剩下一罐意粉醬 我們把兩瓶放進去 沒有回到剛才的 欠的10g 你看到很隨意 很有趣的 有些東西是要隨意才會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挺好玩 油真的簡單材料 你玩歸玩 如果你 要去到什麼深井買神秘醬料 大澳蝦醬 這樣就罵了 對吧 讓它多煮一會兒 要久一點的 因為我們很粗 蕃茄麵 好像大家食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大家食 大家食 怎麼說 什麼是大家食 大家食 是一間 即是有個很金槍人的老闆 的一間麵店 那它的招牌呢 就是 手攪麵 即是有個機器 它會把麵團 立即攪出來 立即煮 這是很平民的東西 只是幾十元而已 倒入湯底 然後灑一點蔥 你可以加很多你喜歡的東西 的丸 加一點 什麼好呢? 小腸? 沒得再簡單 最棒 超級有型的食譜 雞蛋麵 手擠雞蛋麵 還是叫什麼呢? 雞蛋全蛋 真點雞蛋麵 完成 那我們這個蕃茄雞蛋麵 就完成了 真點雞蛋製造 營養蠻均衡 有蕃茄 又有一隻雞蛋 好像平常吃的餐蛋麵 但是它又有少油 想想一滴油都沒有放過 只是有少少雞湯 應該卡路里也不是特別高 好 立即試試 那個口感是 你覺得是有趣呢? 是不是好像麵呢? 不是很像 但是它是好像一些 煙韌一點的 生菜魚肉的麵 所以呢 我就建議你 不要真的這麼硬 擠到變成麵 你可以擠幼一點 擠到 生菜魚肉的尺寸 或者長通粉的尺寸 照用蕃茄湯底 然後用筋食 當它是蕃茄湯 是非常之有趣 非常之有趣 然後又很健康 跟著小孩子 一定喜歡那些 那些這樣的朋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真點雞蛋麵 好 有什麼有趣的 你都可以傳給我 之後我又試一下做 好 今集來到這裡了 記得在Facebook、Folk、Instagram 還有訂閱的專家會員贊助 同樣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Bye Bye 不是這樣對話 80多? 90多? 93